Hello,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福建武夷山 这里是茶文化的宝地 文明侠儿的茶园之乡 看我后面就是一大片的茶园 今天我将带大家踏上茶文化之旅 带大家探索武夷山特别的魅力 在中国的历史上 饮茶方式经历了由煮茶、点茶和泡茶 三大饮茶方式的变化 茶百戏正是点茶文化的精脆 茶百戏又称分茶、水当清 它是以盐膏茶为原料 用清水作画的一种独特艺术 完了,出不来 咱们才请来了外援 专业 先是集 集一支茶文化 张老师能看出来这画了个什么东西吗 对对对 兔子兔子 我这个茶百戏出体验还算是比较成功 然后中国这个茶文化真是扩大精神也很有趣 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来围山 感受一下当地的茶文化 建展是南北两宋最辉煌的茶器 也是最高境界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黑柚子的代表 它叫做希望用宋代的文化来品尝现代的茶 特别是我们现在的点茶 也是在恢复宋代的点茶的记忆 我们把系列的所有的建展给它恢复起来的最终的目标 也是希望我们全社会大家都来欣赏学习建展的点茶文化跟茶艺 能看出来这是一个哆啦A梦吗 是不是还是有点像呢 好嘞好嘞 再试一试 来了武夷山怎么能看看母肤大红袍呢 怎么看母肤大红袍啊 小寿苗 看我在这个母肤大红袍下发现了什么 有这个大红袍买茶大红袍冰淇淋还有大红袍做的牌子 真的很香 很香 经过这两天的体验 觉得中国的茶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 不单单是放茶叶烧开水这么简单的事 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来武夷山感受一下中国这个茶文化的魅力